风筝 风筝,古时候也叫纸鸢,钥子,是中国人发明的。 五代时,李叶用纸扎糊成纸鸢,用线放飞到天空。 后来,古人又在纸鸢头上安了丝弦,风吹丝弦,发出了好像古筝一样的声音。 从此,人们把纸鸢称为风筝。 制作风筝,要先用逐条捆扎风筝的骨架,再把纸或卷糊在骨架上,然后画上色彩均匀的图案。 中国的风筝品种适样很多,有禽、兽、虫、鱼等动物型风筝。 最常见的是燕子、蝴蝶和鹰型风筝。 还有一种蜈蚣或龙形的长串风筝,就像巨龙、凌空飞舞,十分壮观。 中国人不仅把放风筝当作有趣的游戏和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体育活动,也常常把精美的风筝挂在墙壁上欣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